起走王上 就在今天上午 一只明军水尸 突然袭击开城港口 是见人就杀 仅仅半天的时间呢 就将整个开城给拿下了 听说 听说 听说什么 王上 听说明军在开城大开杀戒 开城两万余人 除了一些富人之外 进阶被涂露干净 血流成河呀 啊 完了 完了 大明的大军来了 这是要灭了我高丽呀 来人 来人 快点船只 命令全军兵力 紧急向着汉城击前 准备秦王 王上 为今之计 不单单是要派出快马球员 还要立即船只 紧闭城门 调动城中大军 登城防御呀 等待大军秦王 等到您的大军到了汉城 只怕汉城已经不敬礼了 对 对 快 快招 兵部尚书 朴恩泽等 重臣入宫一事 船只下去 汉城四门紧闭 严甲剑 对 宁大人 宁大人 他们兵风前后 还请宁大人出面 向贵国射身王求援 否则 高丽可就跑不住了呀 王上 求援好说 可是毕竟满洲大军 远在数百里之外 想要赶到汉城 没有十天的时间 想都就想了 现在我们 也只能去城死守了 只是 宁晚我想的也太轻松了一些 他面对的 可不是大明什么地方的 千户百户指挥师 这可是大明第一汉将 常以林 常以林哪里会给他 这么从容应对的时间呢 常以林甚至连主力的部族 都扔在了后面 仅仅率领着麾下五千青旗 一路狂突猛进 数十里的距离 对于青旗来说 甚至连一个时辰都没有用得了 等到常以林的大军 来到了汉城北城的时候 汉城还处于一片宁静之重 城中的百姓 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甚至连李松 紧急关闭城门的旨意 都没有接到 一通枪响过后 几个正在推动城门的士兵 被直接放翻在了地上 就这样 一对对的骑兵 直接杀入了汉城的城门 开始向着城中 展开了疯狂的头上 王上 大事不好了 大明的数千惊奇 突然出现在汉城城下 以迅雷不弃掩耳之势 直接杀入了汉城 我们根本来不及防御 现在几百个两千人 已经杀入城中 四处屠戮 我们的百姓了 这可如何是好 朴恩泽 朴恩泽 现在要如何应断 王 王上 陈泽 这就调击大军 全力宽破 预敌 预敌于汉城之外 行了 预个屁的敌 现在杀入汉城的 绝对只是明军的先锋惊奇 后面肯定还有大量的不足 一旦人家主力到了 汉城绝对要实现的 短时间内 你们从哪里调击大军防守 那 那 丁大人 您说 您说怎么办呢 快 集结所有的运轮军 向着汉城外面突围 保护高丽的军陈仙 杀出汉城 再做打算 傻傻地留在皇宫 只怕今天夜里 我们就都得成为人家的阶下囚 朴恩泽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集结所有的禁卫军 准备护住你们王上 杀出汉城 宠 宠进去 活住高丽国王 此时 兵部尚书朴恩泽 也率领着一队队的禁卫军 向着攻门冲来 与明军撞个正着 杀 有一个算一个 给老子头路干净了 将李松抓住 哪里有这么容易 整个明军上万人 没有一个人是李松的 只能先行抓住几个臣子 然后逼问李松的下落 大人 大人 卑士没有抓住那个李松 不过就是抓到一个满洲人 你是什么人 老夫 老夫 宁婉我 宁婉我 好 好得很啊 皇上倒是多次跟我提起过 颇有些才华 可惜 清本 那个家人 奈何为贼啊 仿着好好的汉人不当 不知道孝立帝王家 竟然去认贼作父 成了满洲达子的走狗 怎么 军不正 臣才会偷喷外国 若是大明军王 朝贤纳士 亲贤怨宁 你以为老夫 愿意千里迢迢地 跑到满洲去投靠 努尔哈制 与皇太极吗 少他妈废话 老子歪道理不懂 老子就是知道 你在帮着满洲达子 进攻汉人 抢夺汉人的土地 抢夺汉人的妻女 抢夺汉人的金银财宝 引狼入世人贼作父 老子即日不杀你 外人 将他惊压起来 带到奏鸣皇上 再做发落 不知道以皇上 极恶如仇的性格 是会把你妄挂灵职 还是把你给 四分五力 大人 末将以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 做成人了 直接点了天灯 那玩意儿不错 很小时候 慢着 你问我 你可是满洲的重臣 怎么突然跑到了高丽国 莫不是也要给高丽王 来当走狗来了 我是堂堂满洲重臣 前来狗里自然是初始 当走狗 他高丽王配 他跟老夫当狗还差不多 而且 还是一条打断了几粮的狗 哈哈哈哈 好 好得很啊 初始 这么说 你跟高丽王熟悉得很了 不要将他尖压起来 带着他 四处搜捕高丽王立宗 老子正愁找不出来人呢 刘成怀 带着他 去找李宗 无论如何 也要将这条老狗 给我抓住 不必找了 哼 若是你们如此轻易 就能够将李宗给抓住 但李宗既不是太没用了 他早已通过宫中的暗道 跑出了汉城 你们还想抓住他 乃如当天 张义林 你不过带来了一万兵力 现在 接着突如其来的进攻 可以拿下汉城 可是一旦高丽各地的 亲王之师砍到 就凭你这点兵力 只怕还不够给人家 谁压缝的呢 哈哈哈哈 你问我 若是本将军说 带着这一万人 拿下圣经的话 击溃八旗精锐的话 那是老子吹牛 不过 拿下汉城 击溃高丽这群乌合之众 倒还不在话下 从暗道跑了 他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刘成怀 立即派人找出暗道的出口 沿着暗道 给老子追出去 还有 传领给城外的邓玉仙 率领部族 封锁汉城通往外界的 各个关道要挨 老子就不相信了